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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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我昆顿身边有彭嘉莉小姐 Hello Hello Angela 你好 好久不见 上次是你的家盟 这间公司的记者会 和MV的发布会 今次很快就已经是整个碟 都已经变小了 是的 这支碟叫做劝力 就有五首歌 上次和你讲过 今次这张唱片的主题 就是翻唱五六十年代的一些 经典的国语金曲 接着现在我们得到猜手的就是五首歌 是 可不可以告诉我 其实为什么是这五首歌 就是你们选择歌的状态下 是怎样选择出来的 因为老实实 我都识不完的 五首歌里面 是吗?你不识哪一首? 我不识忘了对你说 这一首你现在要识了 真的好听 是 是 现在听完来唱就懂 其实这一批歌 就是 首先这个idea 就是陈永叶先生想的 他因为是一种旧歌的字典 他真的很熟很熟 这个idea 都是他提议的 最初的时候 他选了一堆歌给我 接着我再在他选的歌里面 再选一些我自己喜欢的 最后就选了这五首 这首歌 是一首 其实当年 他都是属于主打歌来的 但是呢 不是说那么多 那么多人熟悉 但是呢 一听下去呢 我相信呢 是喜欢听歌的人 一定会喜欢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是 那种要是 dap那种歌来的 嗯嗯嗯 这个编曲呢 今次是 阿Berry聪跟我做这首歌 其实他呢 都很有一个做 Hifi碟经验的 的一个 就是很经验丰富的一个producer 所以其实呢 他做出来的东西呢 是很细致的 嗯 那就是 和我们其实 阿Berry 和我在这首歌里面呢 其实是监制了两首歌的 那两首歌呢 我就是 我当初找他的时候呢 都是 两个最重要的要求 一个呢 就是 就是在台上演出的时候 是要很舒服的 很有气氛的 嗯 第二呢 就是全部都用了真乐器的 希望 哇 所以其实这两首歌呢 那就 大家可以留意到 其实 嗯 里面都很多部分 有很多吉他 嗯 因为Berry是很 就是他都有出Hifi的吉他碟 那所以 其实当他编曲的时候 都会 很多 很多很细致的吉他的东西 嗯 嗯 那这次和Berry合作 就是《亡里对你说》这首歌 你就说 你听到的时候 就觉得大家 要喜欢听歌的话 一定会喜欢的 是因为是一首很 需要dap的很细腻的歌 要慢慢去欣赏 不是一来就捉住你那首 但是你听得多的时候呢 那个韵味是会出来的 是 那其实你和他合作 那你就说 他吉他多了 他会放到这个编曲里面给你 你听到他交给你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 是不是已经是你很想要的东西 是啊 他给我的时候呢 他是 首先讲一下 阿Berry 的人 我觉得 其实这首歌 那个感觉 好像他的人 他是一个很 你和他相处是很舒服的 他会觉得 譬如你和他聊天的时候 就是说 其实我想 可不可以入录音室之前呢 大家都去 去温习一下 去讨论一首歌 是怎样唱呢 我想是 大家事前会先做一些功课 然后他说 好 当然好 我就是想这样 他又会说 我做事 你不要 我不要急的 我要慢慢的 你不要催我 当然他不是很久才交货 但是他就是说 他也是一个很喜欢去 去深思熟慮 然后去想清楚那件事 怎样走 然后大家都共识清楚了 明白我想你怎样 你想我怎样 然后才入录音室录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合作模式 溝通好了 是啊 有心有良 是啊 很舒服的合作过程 嗯 龙利波 并abyte 睡哪裏 你 在搞 福利返 你 另外一位监制 就是现在向你ña 造成人的眼泪 是 пис chu 应该是我的心里木有他 就是杨振龙 两首很...怎么说 EDM 而且很纷纷 这个合作又是什么关系 杨振龙就是我以前 刚刚入行的唱片公司 他当时就在那里做Producer 但反而当时是没有机会合作 因为他多数都是做快歌 以前多数都是慢歌 所以没有机会合作 隔了这么多年 我真的认识了他有三十年有多 隔了这么多年之后 现在正式帮我做回首歌 所以这个也是很特别的感觉 但因为其实我没唱过EDM的东西 刚刚编号的时候 我是有点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怎么算好 还要EDM去做六十年代的歌 要歌 EDM是即是要编曲 重复 接着一边听的时候 怎样 祈了 应该唱到哪里 在哪里入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要走入绿音室 入到绿音室的时候 他就是说 你在这里就这样 你去到那位 就是当时就是这样 這個反而是一個有少少積慶 到時才知道他想怎樣 這個模式可不可以玩嗎 這個都可以 但那樣東西就是 就算他叫你唱完之後 你都是跟著他做之後 你都不知道他真的想怎樣 到Mix完手放之後 原來那句話是 作用是想這樣的 或者他想在那句話那裡 加一個Effects 下去 在他自己的腦裏 他有這件事在這裡 所以這個合作又是刺激 所以你錄的時候 你只是聽完他 我想你這樣 但那時候其實你有少少沒有不著頭腦 真的這樣錄 錄完出來想怎樣 你不知道 到他Mix完 你聽到一個制成本 原來是這樣的 沒錯 都挺顛覆你應該一向來的錄音狀態 跟Barry很不同 一個就是之前大家溝通好 想怎樣 很安樂的 阿歷斯也不是不安樂的 這個很刺激 很刺激 很刺激 其實這次整個過程裡面都很開心 其實還有第三位監製 就是馮鏡輝先生 這個就是以前亦連出道的時候 很多歌都是他去做監製 還有其實是一個榮幸 可以邀請他 因為他頗長的時間沒有幫人監製過 而肯出山來幫我製作 我一見你就笑這首歌 那個特別的感覺就是 原來阿輝哥說他年輕的時候 都很喜歡這首歌 所以他說他製作這首歌的時候 他又覺得很特別 大家都尋找一些自己的回憶回來 是啊 我覺得很特別 剛才提到楊真龍和你做了兩首歌 其實《情人的眼淚》 我們之前聽過的版本就是DDM 就是上次你MV發布的版本 但現在我們在唱片裡面聽到 是另一個正一點的Live版本 是 那首歌去哪裡 那首歌是少許 Reggae feel 那個版本 其實我們派台的時候 是印了一個白板碟 所以其實現在 那隻白板碟 就是真創來的 OK 升價十倍那些 就是全球限量版 但其實那個版本 就是我們 可能在製作的過程裡面 有一部份的歌詞 不是很完整唱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在唱片裡面 錄了一個Live Version Live Version 這個Live Version 就是只有一個琴 一個吉他 真的進去Studio那裏 然後就任我唱 我唱的時候 他們就跟著我去 feel 那個音樂下去 就是這樣錄出來的 這個Version 其實這個Version也好玩 如果這樣做的話 這個也是我第一次這樣 真的跟音樂一起坐在一起做 同步做 是的 你自己很feel free的去唱 當然你唱歌 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 那些音樂師 要同步跟你一起去jam的時候 是你看著他們唱 或者當刻 身處同一個地方 那個感覺是怎樣的 我們就 其實我看不到他們 隔開了 隔開了 其實是他們在另一個房間那裏彈 因為其實樂器 即是每天都是聽著耳機 是的 我去唱 就聽到 全部東西大家都聽到 他們都聽到我唱 因為他們要聽到我唱 才知道怎樣彈 然後就是 其實大家在不同的房間 因為如果我們是 全部同一個房間的話 當我唱歌的時候 我的聲音會流到他們的麥克風 所以我們是需要隔開一個空間 但是我們在不同的房間 是同步進行 大家都聽到 然後就一起feel 那樣東西是很特異的 即是不 就算未去到那天 即是未去到studio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他們會怎樣彈 他們都不知道我會怎樣唱 所以就是去到這樣的jam 真是一個live的version 那玩了多少踢才有這個 這個我們都唱了幾個踢的 是的 那就選一個自己 即是大家 即是唱完之後 就去聽一下誰最好 是的 那這首歌都特別的 這首歌因為是 阿Barry 他就 他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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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負責的那部份 接著之後 是唱完之後 是 他 即是 其實我們試key的時候 他本來就 他不是很敢叫我唱得很低音的 因為他只能量一個正常女生會唱到的key 但是 後來試一試的時候 我說 其實 他問我 你可不可以再低一點點 我說 其實可以的 可以試一下 然後他聽說 嗯好啊 挺好啊 可不可以再低一點點 我說其實都可以的 可以再試 然後就唱了一個key 就是 哇真的好啊 我很開心你唱這個key 因為 其實不是每個女生都唱到這個key 所以這一首 就是 大家會聽到多些我的低音部分 嗯 可以聽一下你的低音部分有多漂亮 有多穩 對呀 Berry說 即是發佛了我的低音 原來是ok的 嗯 我們現在拿到上手這首唱片 叫做勸禮 裡面就有五首歌 嗯 也有一個很漂亮的相集 有很漂亮的造型在裡面 是 其實我覺得那些相片 或者那些衣服 是幾日系feel的 嗯 這些造型 還有很少女的造型 很少女 很少女 我總是覺得 ok 多謝啊 這些造型你自己 喜不喜歡的 喜歡啊 因為其實呢 這個 首先呢 就是我這麼多套衣服呢 其實都是我們 本地的時裝設計師 嗯 那她是 我真的很喜歡她的衣服 其實 因為其實我本身呢 就 過往那幾年了 我都 都幾 就是 幾多時間是穿一些 本地的時裝設計師的衣服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是 支持我們自己香港本土的東西 嗯 所以 發覺 原來我們 香港其實很多 很出色的時裝設計師 特別是 今次我們 Andy Ho 那她是 我覺得她的衣服的水準 是真是 很 可以是 國際水準 上到大舞台的 絕對是 真是很漂亮 那 那 你就特意找了她 去幫你做衣服 還是 在她的collection裡找出來 是啊 在她的collection裡選出來 嗯 但是因為 為了配合我們的 碟叫做 勸禮 其實我們拿過這個 勸禮的意思就是 因為 五六十年代 國語歌在香港 是很盛行的 所以 感覺是很繽紛燦爛 所以其實 大家會見到 我這支碟 其實 那個景 主景 其實我們 是預訂了個studio 三天的這輯照 第一天 全天是搭這個景 即是 連地磚 那些花 每一雙花 都是人手自己慢慢砌出來 就是屈出來 所以其實是 很認真的一個製作 很認真 是的 你知道現在預訂的場 又不是便宜 你還要預訂三天 頭兩天 用來搭景 是的 很認真的製作 連這些衣服 一起配合 就真的很勸禮 即是很繽紛美麗的意思 嗯 這次就有勸禮這支唱片 讓我們可以聽到 看看下次你還有什麼新動向 再找你聊 好的 謝謝Angela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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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